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Clerk见习医师 叫为活动型的路障 比如说护理师啊 常常会说欸路障走开一下 就说你挡到路了啦 把生活想成师让心灵更舒适 欢迎收看Ariel聊心事 哈喽大家好我是Ariel 前阵子我在网路上看到一段话 他就是在说就是一个医学系的考生 究竟有多辛苦多难 他就说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就是很久没有联络你 通常有三种可能 第一个他死了 第二个他学医 第三个他期末考 所以如果你的医学系朋友 他正在期末考 那你就当他死了吧 那今天Ariel呢就邀请到黄医师 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医生的养成日记 究竟有多困难 那我们欢迎黄玉豪医师 大家好我是黄玉豪医师 当时我们在医学系 我自己是念七年的 那我知道现在改了六年 那我的现在会不会有点暴露你 在场资深老医师 在我以前七年的时候 第七年叫做 Intern 就是所谓的实习医师 医疗法规的关系 他可能希望你是由医生执照之后 在做所谓的实习的这个动作 所以目前在两年制的见习医师之后 就会考国家考试 拿到所谓的医师执照 然后你就可以进入所谓的 不分科住院医师 PGY 才不分科住院医师 会帮你做这个 内科啦 外科啦 富儿科 还有一些社区医学的训练 那原因我自己知道呢 他是因为过往这个SARS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 台湾的医学过度的专科化以后 有一个综合性的训练 就像是我们的实习年一样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PGY 又有PGY2 就是所谓的不分科训练的第二年 那当你两年都训练完之后 才正式进入到所谓的选科 选科就是 我要决定我人生志向 我想要当一个外科医师 然后在高防拼搏 那我想要当一个内科医师 治疗这个新冠肺炎 在每一科的专科训练 不同的年份之后 在考所谓的专科医师执照 那考到了之后呢 才是 升任我们真正的主治医师 那王医师可以分享一下 大概还有几个考试 是重要的递竞 如果说要问 到底有几个考试 我还真的算不清楚 比较主要是四年之后 一个非常大的大考 我记得好像有十几科 二十科的一个基础医学科目 那你可能要会通过这个 基础医学的考试 进入所谓的见习医师 见习呢 我们又要去各个科别Round 两年见习医师之后 就是再进入第二阶段的国家考试 标准病人啊 还有临床技能的一些考试 考完之后 你才正式拿到所谓的 我们会说从头到尾 我们都一直不断从最底层的生物往上爬 真的 这时候你恭喜你成为最菜的医师 脱离了医学生的身份 那PGU要完了之后 重点来了 你今天要选科 那你可能要进入比较热门的科别 可能皮肤科啦 或者是整形外科啊等等的 你可能又要有各科别的一个考试 好 像我们整形外科的训练 就是要先拿到外科 然后再拿到整形外科 两个步骤 对 所以你又在四年后 你要再考第一次的外科专科医师 好 那考完了之后呢 又在两年的整形外科训练 再去考一个整形外科专科医师 所以你想想啊 一试国考 然后学科考 然后外科考 然后整形外科考 你就是人生当中一直在考试就对了 其他科别是不是时间 其实可能也都不太一样 你选的专科 没有错 像比如说这个考试的年度跟训练年资 会因为你的医学会的专科训练的规划而有所不同 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小儿科 可能是三年之后 你就可以考所谓的小儿专科医师 可是大部分你还是会选择一个小的次专科 胃肠科啦心脏科等等的一个次专科去选 好 但是你至少在三年就可以拿到儿科专科医师 那其他的一般的科别 比如说精神科啦 加义科啦等等 或许是三到四年不等 外科因为有一个所谓的技术的训练 所以外科会定在所谓的五年 当然我们这个整形外科跟神经外科 这个是目前来说全台湾的学制里面 最长的训练过程就是要熬最久 要6年要蹲最久就对了 在SARS之后其实因为为了要全人照顾 就有这个部分科住院医师叫PGY 那他到底在忙一些什么 跟一般的实习医生又有什么不同 住院医师住院医师其实有两个大的含义 第一个呢 从这个住院病人的照顾当中学会了整个疾病的全貌 所以你是被派驻要来做这个住院病人的照顾 那当然第二个原因就是 你可能很常要住在医院里 你很常住在医院里 可能会接到护理站的电话说 XX黄医师那个哪一床要插鼻胃管 那你可能就要去插个鼻胃管 然后XX黄医师这个要去捣尿 然后你可能要去哪一床做捣尿的动作 我们这个自己常常要去推病人去做ICU的检查 这样子 对ICU的病人他在加护病房 然后他可能有一个呼吸管 护理师就会很自然的拆下呼吸器 然后把这个压的呼吸球交给你的手上 XX黄医师这就你的责任喔 然后我们就要负责这样在旁边一直压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说 好像做一些很重要的事 但是又好像做一些很不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段过程 你会发现就是说 我是不是考完了医师国考 拿到医师执照 我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 这个是一个心境要确实要去适应一下 Resident这个训练过程当中 当到后期就是我们所谓的 senior resident 资深的住院医师 如果你是因为行政职而往上 你可能需要管一些学弟妹啦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赋予你一个总医师的 Chief resident 但是我们因为叫总住院医师 总住院医师好烦喔 大部分就把它改成叫做重的医师 患者也很好笑 重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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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就是同理 老板的概念 对对好像就是同理所有的医师 所以一般来说他可能会觉得 总医师是不是比较厉害 而且有的时候呢 在这个查房的时候 总医师都会先来看你一下 他会觉得先来看的比较厉害 对重会来啊 重会来啊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这个总医师的职务之后 常常我们才是完成了整体的 住院医师训练 然后训练完 才去考所谓的次专科考试 拿到专科医师之后 你才变成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还是比总医师还要高一阶的 但是主治医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终于有一个法律上跟责任上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会开始要对这个病人的治疗计划 还有治疗结果 那些方针 这些方针做全盘的负责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听闻人家说临床医师其实就是跟路障 这种东西很像 路障 这其实我蛮困惑的 就是医学系最后那两年 其实我们是健行嘛 常常会去临床上看大家看学长们怎么做啦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看过那个白色巨塔 就是那个主治医师后面占了一大牌 一票人 然后还要拿一堆书在手上的那个 那个常常很多都是健行医师 原因就是说我要看看学长们怎么做 但是呢 因为你在临床上 其实老实说你没有任何的帮忙 你也不能去做决定 你也不能跟患者说要怎么样 所以你常常在那边看来看去 很多时候反而是临床人员 比如说护理师啊 常常会说路障走开一下 就说你打到路了啦 功能有限 功能有限就说你又不能干嘛 你只是在那边看 你先闪旁边一点 我先来做事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就 就会把这个Clerk见习医师 叫为活动型的路障 原来是这样 学习的过程中莫名其妙还成了路障 对对对 所以你自己那个也不要玻璃系 因为学长也是这样过来的 每个人其实都经历这个历程 是给未来就是一个考生 或是已经在这个历程中的人一些建议 那如果你已经是在这个路上的这个实习医师 我们讲的这个部分科住院医师 基本上我给各位一个建议就是说 最终而言 你还是要选择你自己喜欢的科别 就是说如果你是比较喜欢接触人群的 那你可能比较适合走这个临床的科别 就是说内科啦外科啦 或者是一些需要看病的这个科别 好那另外一个路线假定你本身是比较低调 或者是你觉得你不喜欢社交的这个个性 你或许可能就会走一些所谓的二线科别 比如说病理科啦 或者是一些放射科等等的 这样子的科别其实在医疗上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只是说他比较不需要第一线的去跟患者去互动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 爱你所选 选你所爱 就是说你最后你还是挑一个你想要在你生涯过程当中 可以发展二十年三十年等等的专科 我相信你会走得比较适应跟比较久 所以重点其实关键还是要看清楚你喜欢到底是什么 这样你才可以吃得了各种把吃苦当吃补 对 当你今天择你所爱之后 你今天做了这些选择 就是我们要面对充满不确定性跟不完美 就是如果你本身在这个历程中 你的心态一直会觉得说什么东西都要on schedule 那你在医生这条生涯上 我想必是会非常非常辛苦 那我觉得有时候接受各种弹性的变化 其实对你在面对这一个很重大的这个使命 其实会有很大的帮忙 那最后Ariel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在面对这些压力的历程中 其实根据美国内科医学会 他其实有分享到就是说 一个医生他最开心的事情 可能大家会觉得是他的专业执行 这当然是 但是真的最重要不是这个 最重要是他跟病人之间 那个跟患者之间的情感连结 是他从医之中最快乐的 因为他因为他的专业而 跟人有一些连结 甚至有一些协助 这个是一个我们常讲 职业实名感跟认同感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今天不管各行各业 虽然我们分享一个医学系的历程 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找到 你在就是你在职业过程中 一个很重要的连结 也帮助一个面对心态不确定性的调整 让大家就是对于未来啊 高压的环境其实可以更有力量 今天谢谢黄医师跟我们的分享 那我们下次Ariel聊心事见了 拜拜 然后等那个 我记得高一的电梯好难等 18层的 我们就在那边压 有的时候其实在那边压那个呼吸球 就压半小时 然后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 我这个就会发现 知道我第一次的电梯好难找入 每个人都会发现 我们的电梯好难找到